中端花架贵 前端花滞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解决呢 打通销售渠道 打破信息桎梏 找平台 在我身后4000平的场地呢 就是花舞的分检中心 助农 会农 云花初天 到底怎么操作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我们花舞鲜花呢 其实是2020年底才正式上线的 2020年我们看到我们云南的花农的鲜花大量的滞销 花农的损失非常惨重 那么我们本身是一家云南本土的这个互联网企业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能力 也有这个义务帮助我们云南本土的花农 通过用互联网的方式把这个鲜花更好地发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我们的初衷呢 就是助农 会农 云花初天 因为一般的花农呢 种植的品种比较单级 基地离昆明也比较远 信息不畅 很难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络销售渠道 那么花农呢 只要通过把它的鲜花放到花舞的这个平台上 就等于是拥有了一个自己的互联网教育渠道 花材到分检中心后 是有专门的人员进行质检的 合格的花材才能翻上货架给大家发货 之后呢 就是进行打包 根据气温的不同 会做出不同的打包处理 售后方面呢 每个顾客都有专属的客服 二年呢 我们主要上线了绿植盆栽 还有义乌的这个资材板块 我们在义乌建了仓 花店可以通过义乌的仓库 把我们义乌一手的这个产家的资材发到花店手中 2022年 花舞的发展比较更加迅速 在一路狂奔的同时 我们更希望带动我们云南这个世界花园的鲜花销售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云南的鲜花